为了募集机构所需的营运经费 花莲由9家社福机构联合推出了 振兴公益爱的循环券行销活动 他们的商品样式多品质好又实用 烘焙类食品也都相当的可口美味 希望可以吸引民众多使用振兴券来购买 解除他们在疫情之下爱心捐款不足的困境 为了帮助社福机构增加营运经费的进向 先元长美会透过社团力量 帮助花莲现金内有9家社福机构做商品联合行销 呼吁民众多使用振兴券来购买社福机构所生产的商品 既实用又可以做工艺 而这9家社福机构所生产的商品品质好样式多 不输给一般市面上的店家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木桌都是我们的所有辅导 在主爱之家建议辅导的这些弟兄所做的 我们也有我们根深的一个技职的训练的一个场所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营运的一个洗车厂 全适封汽车美容 那这边有一个特惠是 只要用振兴券1000块振兴券 我们就可以赚送200块 也就是1000块里面就会1200这样子 对 对了 对了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主爱之家也是我们现在弟兄们主要是在做 动物服务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有就是有养鸡 然后它产出了蛋 我们的这个蛋是五毒五湿打生长基数的蛋 是非常营养丰富的一个鸡蛋 我们今年的礼盒就是散慕礼盒 然后我们现在散慕礼盒大的是五百五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推销的是我们的核桃书 对两百五 那今年因为有劳动部的支持 所以我们是买大送小 买大的然后送小的 然后我们这些都是安置的妇女跟弱势的妇女 在我们的飞旋屋在那边制作的一些产品 那希望大家喜欢能够多采购 这是我们家福那个家福小妇所有的妈妈 还有姐妹们一起做出来的产品 那其实每一个产品都是他们亲手去缝制出来 那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在脱贫的陪力方案之一 那我们的产品有很多元 那例如说像这个它是我们 有家福我们的logo的娃娃 那其他的还有很多客制化的 所以民众如果有需求 也可以有客制化的商品 那我们都可以因应 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然后提供不同 那也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毕师大呢 我们的孩子呢 特别在画作上面 有非常好的创作 将不同的画作 印制在T恤上面 希望大家借着这一次的振兴的活动 能够多多鼓励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的创意能够更无限的发展 然后我们也有刺绣 这是最不容易的 要一针一线的来缝制 是他们非常用心的一个杰作 我们更特别 我们还有一个烘焙的部分 那我们烘焙可以客制化 我们的商品随时都可以 因着顾客的需求 我们提供所有的服务 各社服机构也针对使用振兴 来购买商品 推出各种的优惠方案 希望在疫情之下 爱心捐款紧缩的困境下 能够透过振兴券的购买 来增加机构的营运量能 这里会欢迎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kell